大家好,欢迎来到Hits Olive 今天我们接着来聊聊秦国的历史 说到秦国的崛起,自然就必须要提到商鞅变法 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商鞅变法的成功才使得秦国之后获得了鲸吞六国的实力 也正因为如此,由于之后的秦国崛起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 商鞅变法之中的不少因素也因此伴随着中国2200多年的集权体制一直延续了下来 甚至对于今天的中国仍然有着不少潜移默化的影响 虽然商鞅对于秦国的变法确实有着不可磨灭的分工伟绩 不过秦国的变法其实从商鞅的伯乐秦孝公的父亲秦宪公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毕竟商鞅他们所处的这个战国时代初期本身就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 在商鞅在秦国变法之前,李亏在魏国,吴起在楚国都曾经进行过类似的变法 清初学者王福之就曾经评价战国初期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 现代著名史学家杨宽教授也在他的著作《战国史》中指出 战国时代是关键性的重大变革和发展的时期 而日本的知名汉学家宫崎世定则把中国历史从春秋到战国的演变 总结为从城邦国家到领土国家的发展 而之后中国秦汉等大一统王朝都是建立在领土国家的统一之上的 作为2000多年后的后人,我们今天当然能够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去认识到 其实从春秋到战国实质上是中国从青铜时代进入到铁器时代 随着铁器的广泛普及,人类社会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也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这自然就需要一套与之配套的新的政治经济体系 而商鞅等人的变法只不过是恰封其实而已 从青铜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当然就没有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 所以我们通常仍然是从政治上的改朝换代的角度 把三家分进,所谓战国时代开始的标志 而就在晋国被赵魏涵三家所瓜分的同时 秦国也进入到了所谓四代乱政的时期 在此期间,秦国先后经历了造公、怀公、陵公、简公、惠公、初公六位国君 再加上之前造公的父亲立公 这祖孙六代七位国君在位期间 秦国国中一直是均若沉强 以至于朝局混乱、政变迭系 甚至像秦怀公,他在位仅仅四年就被全臣逼得自杀 后来立公、造公、简公、初公这四位 被秦孝公作为反面的榜样 写进了他那道著名的求贤榜文之中 因此流明后世被称为四代乱政 其实秦国在孝公之前的国政混乱远不止四代人 也正是在此期间 三晋之一的魏国开始利用秦国内乱的机会 将他的势力一步一步的伸入河西 重新牢牢的控制住这片秦晋之间 反复争夺了两百多年的土地 直到公元前385年 秦国再次发生政变 秦惠公三岁的继承人秦初公和他那位善权懒政的母亲一起被大臣所杀 当年被全臣驱逐流放的秦陵公的太子公子连被盈利为新军 这就是秦国历上颇为重要的一位中兴之主秦宪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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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 宪宪宪宪宪宪宪宫移之后就把击败魏国收复河西之地摆在了最为重要的位置 为此他把秦宪宫的首都从魏和平原西端的雍城 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凤乡 一路东迁 迁到了西州故都附近 临近秦宫边境的立阳 也就是今天西安北交的严良局 与此同时 县公还在国内推行了户籍乡武的政策 按照武家为义武的原则 重新编排了全国的户籍 这样既方便官府征收赋税 安排摇曳 抽掉兵丁 也可以让百姓之间互相监视 方便官府的管理和统治 按照秦汉史学家林建明教授的观点 秦县公的户籍乡武政策 在事实上打破了居住在城里的国人 和居住在乡村的野人之间的界限 从而结束了西周以来城乡二元制的结构 而秦县公的这些改革 也为后来商鞅变法 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另外就是秦县公还废除了 在秦国已经存在了三个多世纪的人训制度 尽管县公的目的 只不过是为了减少劳动力的损失 避免当年秦木工去世之后 朝全从此而造成的 比仓者天坚末良人式的悲剧 但是这仍然是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 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里程碑 然后秦县公在击败了 魏和上游的环荣稳定了后方之后 出兵和西 在洛英之战中击败了魏国和韩国的联军 冲斥了魏国五十年来习近的步伐 之后县公又亲率秦军主力 在石门山之战中再次重创魏军 斩首六万 虽然最终由于同属三亲的赵国出兵救援魏国 使得秦军不得不乘胜退兵 但是石门山之战 仍然是秦国对魏国取得第一次重大胜利 经此一战 不仅天下诸侯不再小看秦国 就连当时的天子周贤王也派来使者 庆和秦军取得胜利 石门山之战的第二年 趁着魏国在东县与赵国和韩国 争夺三斤霸权的机会 县公再一次出兵和西 一举夺卓占了魏国在和西的桥头堡 邵梁城 俘虏了魏国主将公孙琢 不过这位公孙琢和曾经担任魏国国相的 魏国驸马公书琢是否是同一个人 这个在学术上仍然存在着争议 根据史籍中六国年表的记载 魏国太子在此战中也成为了秦军的俘虏 应该是担心秦军乘胜渡过黄河 攻入河东的魏国腹地 也可能是确实因为国县和太子 都在此战中成为了秦国的俘虏 魏国最终不仅放弃了邵梁城 而且还把邻近的另一座河西重镇 樊旁也一并割让给了秦国 邵梁之战结束的第二年 62岁高龄的秦宪公去世 他的儿子秦孝公继位 孝公登基之后 瑞翼图强 立刻发布了三叶道著名的求贤令 昔我谬公自齐庸之间 修德行武 东平禁乱 以河为界 昔霸荣敌 广帝千里 天子之伯 诸侯必赫 为后世开业 甚光美 惠王者历造简公 出子之不宁 国家内忧 魏皇外侍 三进攻夺我先军何西地 诸侯悲秦 丑莫大言 县公继位 镇府边境 习治立阳 且于东伐 赴谬公之故地 修谬公之政令 寡人思念先君之意 长痛于心 宾客群臣 有能出奇迹 强秦者 无且尊官 与之分土 这里的谬公指的就是秦穆公 在求贤令中 秦孝公先是追忆了秦穆公时代 秦国称霸西中的辉煌 表明了秦国虽然地处西锤 但是完全有资本争霸天下 然后孝公很诚恳地承认了秦国近几代的内忧外患 以至于国力衰弱的事实 最后孝公表示 愿意继承复兴振兴秦国的事业 凡是能够帮助自己复兴秦国的人才 受官封地 不再化险 秦孝公这篇求贤令有没有能够广传天下 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传到临近的魏国倒是一定的 因为当时正在魏国郁郁不得志的商鞅正是因为看到这篇求贤令才决定前往秦国的 商鞅出身于魏国宗室应该是某位魏国国君的孙子 所以商鞅原本被称为公孙鞅或者魏鞅 后来等到他辅佐秦孝公变法成功之后 被封为商君才有了商鞅这个名字 不过为了方便我们还是从一开始就称呼他为商鞅 商鞅的祖国魏国并不是三晋之中的那个魏国 而是当初西周建国的时候 周公东征之后在原来商朝故地建立的那个魏国 后来商鞅出世三晋之一的魏国 成为了魏国国相公孙鞋的忠叔子 大概相当于秘书 公孙鞋非常欣赏商鞅的才能 后来公孙鞋并重 魏惠王来探望他的时候 公孙鞋就对魏惠王说 我手下这个商鞅是个人才 您一定要重用他 他的才感足可以做魏国的国相 但是因为商鞅当时很年轻 也没有什么名气 所以魏王并没有重用他的打算 公孙鞋就看出来了魏王不想重用商鞅 于是就赶紧接着说 如果国君您不想重用商鞅 那就一定要杀了他 千万别让他投奔外国 魏王听了这番话之后 觉得公孙鞋一定是因为病入膏肛 所以头脑混乱了 才说出这些语无伦次的话 因此他对于公孙鞋的这一番话 根本没往心里去 等魏王一走 公孙鞋赶紧命人找来商鞅 然后跟他说 我是魏国的国相 必须要先忠于国事 所以我刚才跟魏王说 你商鞅是个人才 要么重用 要么杀了 我看出来了 魏王没有用你的意思 所以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 快跑吧 商鞅听完之后 淡淡一笑 说国相您放心 魏王根本没把我这么一个中数子 放在心上 他确实不会重用我 但是他肯定也不会杀我 事实证明 对于魏惠王商鞅或许比公孙鞋 看得更透彻一些 后来公孙鞋去世 秦孝公的求仙令传到了魏国境内 商鞅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就离开了魏国 去投奔秦国 到了秦国之后 商鞅也不知道走了什么门路 就结交到了秦孝公身边的宠臣 大太监景坚 然后商鞅就请景坚 去举荐自己见秦孝公 但问题是商鞅对于秦孝公并不了解 所以他其实并不知道 应该如何打动秦孝公 让他能够重用自己 因为史籍上没有任何相关的记载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商鞅为什么没有去通过景坚 或者其他的途径 先了解一下秦孝公的喜好 和证件之类的事情 而是采用了一种非常简单 粗暴到不合理的方式 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多聊几次试试 第一次商鞅在景坚的推荐下 见到了秦孝公 然后商鞅就云里雾里的 跟秦孝公聊了半天 三皇五帝是怎么治国的 秦孝公听了都睡着了 事后秦孝公就把景坚臭骂了一顿 说你从哪找了这么一个狂生啊 这种人怎么能用啊 结果景坚把秦孝公的话告诉商鞅之后 商鞅一点都不在意 反而是死皮赖脸的 请景坚帮忙 再见一次秦孝公 这次商鞅和孝公聊的是 商汤啊 周文王周武王 他们是怎么治国的 这回孝公觉得靠谱点了 不过还是没有什么能够打动他的地方 于是商鞅再一次请景坚帮忙 第三次见了秦孝公 这次聊的是 齐桓公晋文公是如何称霸中原的 这次秦孝公对商鞅的态度改观了不少 还跟景坚说 商鞅这个人其实还不错的 有点本事 没事啊 可以让他进宫来多跟我聊聊 就这样商鞅第四次面见秦孝公 这回他跟孝公说的是 如何在秦国变法 以图国富兵强 商鞅非常感兴趣 和商鞅深谈了好几天 其中好几次 秦孝公不自觉的听着听着 就离开了自己的座位 凑到了商鞅的跟前 然后秦孝公立排众议 决定变法 他任命商鞅为左处长 全权主持变法 按照史记中的记载 其实第四次拜见秦孝公之后 景坚就曾经问过商鞅 说为什么他四次面军 结果截然不同 商鞅就说 我一开始劝国军效仿三皇五帝 教化黎民 垂拱而至 后来我又劝国军效法商汤和周文王 实行王道 但是国军嫌这些都太慢了 这种需要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 才能成就帝王之业的方法 他等不及 所以我就跟他谈了变法强国的事 国军听了特别高兴 最后商鞅说完还感叹了一句 说秦国恐怕 一难彼得于殷州矣 所以说虽然秦孝公在改革期间 将国政大权确实全部委任给了商鞅 他自己几乎是一个虚军式的存在 但是追根溯源 终究孝公才是秦国的国军 而商鞅只不过是一个远来求官的外国客卿 所以说是秦孝公自己从商鞅提供的种种可能之中选择了一条道路 然后按照秦孝公所选的这条道路 商鞅努力去实现孝公的政治愿望 因此在商鞅变法之中确实流露出了一些暴力之气 但如果说一定要将这些归罪于某一个具体的个人的话 那这个人也应该是秦孝公而不是商鞅 秦孝公六年 公元前356年 秦国颁布啃草令 开始了第一次变法 在秦孝公户籍相武的基础上 秦国开始实行十五连做法 国中的百姓五户是一五 十户是一十 十五之间要互相监督 如果其中一户犯罪 而其他几户没有向官府告密揭发的话 那同样要受到同罪惩罚 如果主动揭发的话 就能得到奖赏 功劳相当于在战场上斩获敌人的手机 后来的保甲制度 其实就源自于商鞅变法中的十五连做法 至于说对犯人的家属和其他相关人士的连做处罚 一直被后世历代王朝沿用 直到清末新政的时候 中国才正式从法律中彻底删除了连做的处罚 不过从另一方面 这次变法也在秦国废除了是清是露的制度 设立了十二等军功爵位 奖励军功 奖励耕之 为平民百姓提供了一条清晰可见的晋升之路 同时为了进一步瓦解封建领主和宗族首领的权威 商鞅还明定严禁私斗 以雷霆手段遏制了秦人宗族泄斗的风气 不过和秦县公推行出行为市 规范国内商业活动的改革方向不同 商鞅在变法中提出了重农一厢的主张 经商破产的人不但不能得到政府的救助 反而还要和妻子儿女一起被罚为官奴 从此之后 重农一厢就成为了中国历代王朝 跨越家族 跨越民族 跨越时空的一条重要的基本国策 虽然南宋和明末都曾经有学者对重农一厢提出过质疑 不过真要是等到中国的政府明确支持鼓励工商业发展 那还要等到甲午战争惨败之后 另外 商鞅的变法之中最受后人批评 甚至被归纳为后来秦帝国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的 就是商鞅制定的秦律中轻罪重罚的执法元素 根据史料记载秦律中规定 弃灰于道者穷 意思就是说 在马路上乱扔垃圾 就会被在脸上刺字 商鞅的这次改革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 从传统习俗到农业发展 再到军工制度和社会等级体系 方方面面都在变革之中 据说在新法公布之前 为了能够让民众打消疑虑 认真的遵守和执行新法 商鞅命人在秦国首都立阳的南门 树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 然后传令 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立阳北门 就赏十斤 围观的民众都感到很奇怪 谁也不敢过去搬 然后商鞅又传令 把赏金涨到五十斤 这时候有个胆大的走上前去 把木头扛了起来 搬到了北门 然后这个人真就得到了五十斤的赏金 消息传出去之后 秦国百姓都知道 这位新上任的左书长 言出必见 值得信任 因此这也推动了新法的顺利实施 六年之后 公元前三百五十年 秦孝公间变法初见成效 秦国国力日渐强大 就命令商鞅争调士族 在关中平原中部的咸阳 仿照鲁国国都曲抚 和魏国国都帝丘 迎见新都 这个魏国就是商鞅的祖国的那个魏国 帝丘就是今天的河南浦阳 第二年新都落成 秦国正式迁都咸阳 然后就开始了第二次变法 这一次商鞅彻底废除了秦国的封建制度 将秦国全境划分为四十一个县 由朝廷派遣官员去管理当地事务 而且还开签莫费景田 允许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 还有就是在这次变法之中 商鞅推行了两条对中国影响深远的政策 成为了之后中国历朝历大 维系大一统帝国的重要工具 只不过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来看 一功一过 一利一弊罢了 首先商鞅在秦国国内统一了杜梁衡 这大约可以算是中国标准化概念的一个源头吧 也是为了后来秦始皇在全中国范围内统一杜梁衡 树立了一个榜样 与此同时 为了压制反对的声音 商鞅宣布 凡诗书而兵法令 下令焚毁包括诗经上书等等经典在内的 除了法查著作之外的所有诸资百家的著作 不过和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 乾隆皇帝编钻四股全书 这些文化灾难不同 商鞅焚书本身 其实并没有对中国的文化传承 造成什么直接的伤害 毕竟在那个时候天下除了秦国 还有齐国 楚国 燕国 赵国 魏国 韩国 以及似水流域的四上十二诸侯 光是烧了秦国一国的书 并不会真的造成书籍的失传和文化的断绝 只不过是降低了秦国人的文化素养而已 不过确实 商鞅的凡诗书而兵法令的做法 的确开创了一个十分恶劣的先例 经过两次变法之后 秦国国力更加强大 其实在变法的过程中 秦国就曾经和韩国打过一仗 击败了韩军 因此在秦国迁都咸阳之后 韩国国军韩朝侯亲自来到了秦都咸阳 和秦国签订了停战合约 而且此时的周天子周贤王 也派来使者赐予秦孝公西方霸主的称号 作为回报 孝公也派他的太子公子寺 率领西戎九十二国的国军 去周都洛阳朝见周天子 公元前341年 秦国的宿敌魏国 在马陵之战中遭遇惨败 魏惠王一直以为干成了大将军旁军 兵败自杀 魏国的太子魏申也成为了齐国的俘虏 后来还被处死了 趁着这个机会 商鞅就劝说秦孝公大举公位 于是秦孝公以商鞅为主将 联合了齐国赵国 共同攻打魏国 然后商鞅给魏国的主将公子昂送了封信 信上说 我当初在魏国国相公输所的府中 担任忠树子的时候 和公子多有交往 我一直觉得和公子相处十分愉快 虽然如今我们俩不幸成为了敌对国家的将领 但是我真心不忍和公子开战 我看不如这样吧 我和公子见个面 开诚不公的聊一聊两国之间的事情 然后我们商量一份能让秦魏两国相安无事的盟约 这样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喝几杯酒 然后各自撤兵回国了 公子昂对商鞅的信是信以为真 结果等他真来赴约的时候 就被早就埋伏在附近的秦军将士俘虏 然后商鞅趁机指挥秦军突袭群龙无首的魏军 魏军打败 魏惠王被迫把首都从安义迁到了大梁 正是凭着这份军功 商鞅被秦孝公封为了商军 公元前338年 秦孝公去世 他的儿子公子四级位 就是将来的秦惠文王 当初商鞅变法的时候 还是太子的惠文王曾经触犯过刑律 但是因为他是太子 当时又年幼 尚未成年 所以并没有遭到直接的处罚 而他的两位师父却遭到了肉刑 一个被割去了鼻子 一个在脸上刺了刺 因此惠文王继位之后 他那位被割了鼻子的老师公子钱 就出面告发商鞅谋反 商鞅原本想逃亡到三晋之一的魏国 但是魏国憎恨商鞅当初用欺诈的方式 俘虏魏国的公子昂 所以拒绝接纳商鞅 商鞅走投乌路 只得逃回自己的封地起兵 结果战败被杀 尸体被带回了咸阳 车裂势重 不过秦惠文王虽然下令诛灭了商鞅全族 但是他并没有废除商鞅变法的成果 商鞅的新法一直被秦国 以及之后的秦朝所遵奉 甚至影响到了之后的中国历朝历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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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